Q. 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館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引進入資料庫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频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跟大家讨论 厘清在一些争议性背后的 一些制度文化政策上面的问题 我们希望不是只有看热闹 不是只有看叫嚣吵闹 或者是彼此的谩骂 或者是这种所谓冲突 而能够去更有机会去看到门道 了解这个事情 背后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部分 那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到了港和国小 来访问了刘玉豪老师 那当然我们现在做了另外一集 我们其实并没有离开 我们还是持续的在港和国小 然后继续跟刘玉豪老师来谈 在上一集当中也特别提到的是 他自己在教这种所谓的一个 性贫的这些所谓的教学过程当中 面临到有一些家长的不同的意见 他怎么去回应 那在实际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 怎么样把这些概念 这样的一些想法转换成 小朋友可以听得懂的这种语言 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继续的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立场 再来继续的跟大家谈 后续的一些的发展 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刘玉豪老师 刘玉豪老师你好 你好 在上个礼拜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特别谈到你的个案 你的经历 你的经验 那当然我们在结论的时候提到说 虽然是你的个案 可是它看起来不是一个个案 例如说你们有个网站叫做 北力淑男育豪 那这个网站其实 一部分 应该是你跟翁立淑老师一起经营的 那当然翁立淑老师的文章 在公民心动演义记录制造会有刊登 那点阅率非常非常好 因为有很多的留言是对他的这种 对于所谓性民教育的看法 例如说他觉得性民教育 他就是一个性解放教育 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那或者是说 刚刚在上一节节目当中 有提到说 在高雄市办的机场的公听会 或者在很多地方也办 类似这种所谓的课程的 这种所谓的相关的讨论会 那你刚刚提到说 很多人他其实是 不愿意去理解 这样一个做法是什么 这个所谓实现内容是什么 或者是最近这几个月里面 其实有一些 原本在推动性民教育的一些 可能是专家或者是一些团体 例如说同志咨询热线的朋友 那他们原本安排到某个学校去演讲 但是因为家长打电话来 家长反对 那所以就取消这演讲 或者是更近一点的 就是像建宗的学生 他们在学校里面挂上了彩虹旗 那也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切的吗 就是说看起来是要去 往这个社会的一个 对于所有的性贫 有一个更普遍认识的方向去走 那的确也走了很多年 可是因为这个同婚的议题出现之后 我们看到的有很多 原本不太想要表达意见的家长 他们也纷纷站出来 因为民主社会很正常 去表达他们意见 可是这个力量其实感觉有点大 这个大的是说 它让这个原来的 往前走的力量 其实产生了一些 往后退的这种状态 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它是一种所谓的倒退的结果吗 我自己的感受是确实会被这样的力量 有点拉着 因为其实可以把更多时间拿去做一些 更积极的行动啊 积极的事情 但是因为要处理一些争议 或是处理一些抗议啊 确实要把很多时间花给这些人这样 那我觉得确实会有一些 往后拉的力量 那这个往后拉的力量 那会不会使得社会可能 会有人觉得说它更倒退更保守呢 我觉得会啊 因为就是说议题本来是一直往前进的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谈性教育 那要不要分领 我觉得这是很可以讨论的 那我自己也还蛮同意是分领的 但是怎么分领切在哪个线 那乡下的学校跟城市的学校 有没有不一样等等的 就是它有很多的影响变因嘛 那这个都可以很好的讨论 比如说老师、家长或是所谓学者专家 一起来讨论说性教育要做 那要怎么分领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 现在都是光是处理说 到底要不要性教育这件事 就已经卡在那边了 那不赞成他就一直抓着不放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 去进行更前一步的讨论啊 所以你个人是很欢迎的 然后也希望我们好好的 好啊你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来谈 然后到底该怎么教 而不是完全不教这件事情 那至于怎么教 彼此坐下来好好聊 这是可以的 对或包含说像有的家长会说 他们要进来观课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谈 对 当然如果基于我的肖像权隐私人 我是可以拒绝的 但是我觉得要谈好啊 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机制 来让家长进入学校 来看一个性评的课程 我觉得也是可以谈的 但是现在不是 就是大家都觉得 就是先打死你再说这样 所以其实它可以不用那么对立嘛 它事实上是有很多的讨论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你比较特别 就是说你可能身经百战 或是你可能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或者是你比较有多的这种所谓的在教学上面 或者在知识上面的经验 那会不会有些老师他们其实想教 或是他们已经教了 可是面临到这样一个状况 它是往后退了 你对这些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知道有这样的老师存在 因为包含我的粉丝业 也有学妹来跟我讲说 她其实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议题 但是她就是很害怕家长来抗议 所以她就自己就先缩掉 就先不教 那我觉得其实 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好的例子 但是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 就是说 跟家长的事前沟通很重要 因为毕竟你就是面对这一班的学生 那你的受体就是他们嘛 但是他们背话又有家长 那对他们确实还未成年 所以也许至少就我在做这些正义的教学 我会先跟家长沟通 把我的理念讲清楚 那我也留一个时间 让家长来可以 假设他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他可以来跟我做沟通或互动 我觉得先做好这一块 就是不要担心说 家长一定都是反对的 其实我那时候写家书出去 我也不知道 收回来的全部都是赞成的意见 其实我也没有料到 那至少我就觉得 我得到的回馈是很正面的 那我就来做做看这样 所以我觉得老师们不要害怕 对就试试看 你自己会同意让家长 我指的是你的班上学生的家长 在让他进来到你的课堂上面 然后他提出跟你不同的看法 然后让同学们 让孩子们有不一样的资讯 有不一样的选择的机会吗 我觉得我同意啊 那现在教育部其实在推所谓的说官议课嘛 那我觉得家长要进来看 他们也要受过相对的训练才行 而不是说只是以一个个人的喜好 或是情绪的想法来跟老师做对话 就是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说官议课 那老师要说什么 说官议课是什么 就是我在上一个课之前 我会先说明我要上什么课 那这一堂课的观察重点是什么 那官课就是看嘛 但是看不是看我怎么教 是去看学生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益课是在下一节课 我们会就刚才上一节课的一些教学内容 或是学生的一些反应 做一些回馈啊做一些讨论等等 那这其实是需要一些教育专业的 那家长要进来看 可以啊 但是他有没有说过相等的训练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让孩子们有比较多元的选择 不管他是支持这种现有的性贫教育 或者相对之下比较保守 所谓的保守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事实上都是可以摆在一个平台上面 让小朋友自己 这也是一个多元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而不是可能只有某种的观念 只有在这教育里面产生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有一些朋友也许会觉得很好奇 就是虽然你有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 那刚刚也提到说 有些学妹他可能就退缩 可是你没有你就往前走 什么样的动力啊 什么样的勇气啊 就是让你愿意去往前走 或者说你觉得你就必须要往前走 是什么样的信念 应该也是跟平常的一些作为有关 但是平常会跟一些学者 或是一些团体有一些互动 那大家会知道你在做的是OK的事情 他们也会有一些支持的力量 那所以像之前的那个变化抗议 其实也是有很多朋友的支持 才会让我觉得是可以继续往下走的 所以我意思说 一个小学老师 他不是只有在教室 就是当往或当后这样而已 我觉得他应该要多走出去 去接触一些社会上不同的社会团体等等的 那那些其实也是 可以回馈到自己的教学里面来的 这些留言或是刚刚谈到的这些学者专家 跟你的意见 对你来讲是一场即时雨 或者是一个让你持续往前走的一个 背后重要的一个推力 而且就觉得就是平常可能 就跟朋友互动还不错 所以他们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会有一些帮助这样 有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样的话语 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或是感动的 嗯 嗯 好难的问题 很难 就是像之前是有像柯乃宜老师啊 碧伦德老师啊 有出一些 他们有写一些东西嘛 然后高雄系教师职业工会 还有信费偏程教育协会 还有高雄的亲子共学团 其实他们有出一些声明 我觉得都很感动 他们都说些什么 就是认为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可以拿来做教学 而且是在合乎法令的规定 而且很重要是 家长大部分都是都同意的 的状况之下 那本来就是可以做的一个教学 嗯 所以那个同才的支持是很重要 因为 呃 一个人在 要去坚持理念 其实并不是太容易的 嗯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所谓的性评教育这件事情 是 关注的 或是绝对要往前退 你一开始在 担任小学老师的时候 有去思考过这些事情 没有 我是开始教书 大概两三年后 才去考性别所的 为什么 就觉得 还蛮有趣的 还蛮有趣的 只是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 其实那时候是看到 去参加研习 有看到几个年纪有点长的学姐 那我觉得 就是他们年纪有点长 还在教书 但是又同时念书 我觉得他们还蛮了不起的 那我就想说去考考看 嗯 嗯 念性别所这件事情 后来对你在教学上面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是 会关心所谓的弱势 嗯 就是我觉得 我受的社会学的训练里面 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 以前看不到的一些社会的弱势 不管是性倾向 或是经济上 或是阶级上 其实在那时候 其实都会得到蛮大的养分 是知道说 这些人 这些朋友们 我们是应该要 因为我们确实是站在 在一个还不错的社会之上 去做一些事情 嗯 可是这跟性贫教育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性贫教育不是只有谈性别啊 他 他如果用那种要迫者 的概念去讲 他其实关心了很多不同的面向 嗯 嗯 嗯 很多的小学老师 他的养成过程是什么 嗯 会是经过像你一样 过去很多是示范体系 长大的 那当然示范体系一般就觉得说 是比较保守的 可是像你一样 会再去修读其他学员 而把这些学会是 运用在教育上面的这种例子 或是状况多吗 嗯 我觉得 我不晓得现在的失陪是怎样 那我是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受失陪嘛 嗯 那时候其实 我的印象最深就是 他们还蛮强调 各科的教材教法 嗯 但是就是比如说是 体育课啊 或是音乐课 或是 嗯 国语课 数学课 等等的教材教法 就是他们会蛮强调 科目怎么教的 嗯 比较技术的层面 对那个当然是重要 但是我就觉得 相对是比较不会去触发 失陪生去对社会议题的重视 嗯 对啊 就是 就很不够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关心社会是蛮重要的 那我也很自诩希望自己是一直关心社会的 那也是希望能够去影响小朋友 嗯 很多人会觉得说小学的教育相对之下是一个比较保护性的教育 嗯 那也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 他可能跟大学 或甚至跟高中都不太不同 因为高中可能会比较更强调一种比较开放的事情 大学那就更不用说就是一种 某某城市里面说他是野放野 可是他就不是一个开放的一种状态 可是小学的技术上是一种保护主义的这种思维是比较多的 那通常也会在这种所谓的相关的教学上面 他也会被认为是比较保守 或者是在性质或是性的教育当中是比较保守的 你的同事当中或是你的教学经验也会感受到 有这样一个保守的力量或是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嗯 会啊 因为多数 尤其像也不是这几年 应该是好久以来 好像整个亲师关系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很多老师都会相对的害怕 嗯 做某些事情 嗯 或是某些行政措施 就会 一开始就会想到家长的反应会是什么 对 包含很多学校的行政也是这样 这么想 嗯 但是当这么想的时候就会落入一个 那我就去做最保守的程度就好了 对 那我觉得这样是有点可惜 可是像我从来就不会觉得说 让孩子去知道一些社会的很真实的状况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可能在我的教学或是班级经验中 就会去跟孩子提一些比较争议的话题 但是其实我是不会有答案告诉他们的 嗯 对啊 这是要去想要去思考这样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保守的力量不竟然是来自于这个老师的养成过程 嗯 而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家长可能对某些东西是 嗯 不满意的或是他可能是有点害怕的 所以他会影响到教学 那你们必须常常在跟老家长之间产生的某种的拉扯 嗯 我 那这个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做一些方法来去突破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给家长一封家书 那我会跟他们可能报告一下上个月的大概的状况 还有接下来我可能要做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是教学等等 那这个就是有点回应刚才讲就是保持亲师沟通的畅通是蛮重要的 就是不要害怕你的很多东西可能家长会不买单 你讲清楚了那说不定他们也很支持你 嗯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 这样不会工作特别的多吗 嗯 是要花一点时间写东西 嗯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小朋友就很难告 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小学待过一次课 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哈哈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 对 你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厉害 就是你可以去 花很多时间在小朋友身上 还要去跟他的家长做一些互动 因为家长其实越来越 会希望介入到这个教学的过程 因为很多都是宝贝嘛 嗯嗯嗯 所以应该会特别的辛苦吧 我觉得就习惯了 习惯了 嗯 其实在 呃 我们在录影的现场这个 刘悦豪老师的背后其实有两张的纸 我觉得嘛 一个叫做找蓝天一个反空屋 哈哈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绿色大学讲座 然后反空屋还我高雄蓝天 然后6月15号下午这个刘老师要去做一个演讲 哈哈 你蛮闲的哈 哈哈 不是你的你的在学校里面的教学这么多 然后外面还有这么多的 啊 啊 杂七杂八的事情 或是很多的公共议题 你会去关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嗯嗯 再回过头来 问一下刘老师 为什么你这么闲 哈哈 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再去做这些公共事务的材料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圆载报新闻 诺贝尔和平奖得助刘晓波实在日肝癌病逝 享受61岁 消息传出后引发各界关注 14日晚间 人权团体在自由广场旁举办刘晓波追思会 立委由美女带着鲜花出席 日前遭中国逮捕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 妻子李静瑜也同样到场向刘晓波致敬 出席民众手持标语 现场气氛凝重 主办单位放了一张空椅子 象征诺贝尔和平奖得助刘晓波将永远缺席 也呼吁中国尊重家属对后世的安排 并且释放刘晓波遗孀留侠 让他重获自由 时间回到2016年8月25号 上百名花莲秀林乡同门部落泰儒格族人 因不满宝妻逮捕他们五位族人 在自己传统领域里采集石头 作为防射修缮包围紧锁 痛批根本欺负原住民 经过一年多的审理 花莲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出炉了 并首度引用原基法的精神 强调原住民在自己传统领域里 塞其石头作为祭祀修缮等 非引力目的为由 判决无畏族人无罪 并强调这是行政和立法机关 为制定及修正矿业法 以及原基法才会造成的法律漏洞 但花莲地检署则对这项判决相当不以为然 认为传统领域的认定需要行政院划定 立法是否怠惰也非由一审法官认定 巴拉圭总统卡提斯率团访台 13日上午在总统蔡英文陪同下 参访高雄市展览馆于亚洲新湾区 高雄警方如临大敌 将伟安请勿拉高到准反恐层级 出动警力超过千人 不过现场还有一群高雄港警退休人员 隔着劳远拉着布条抗议年金改革 巴拉圭总统不是首次访台 却是第一次造访南部 海面上港警船只随行戒备 高雄展览馆前方道路管制区超过一公里 将抗议年金改革的退休警察 远远隔在外面 引发抗议民众批评 根本滥用警力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进入《台湾区》 参观世界 欢迎回到《 Tschantan时光》 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我们今天来到高雄的小港的港和国小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一样要延续在上个礼拜 跟大家专访了刘玉豪老师 因为在之前曾经因为他在课堂上面去做某种的保险套的这种所谓的教学 那引发了一些争议 我们让老师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时间来把这个问题谈清楚 当然不再谈个人的问题 也是要把它拉到整个台湾的小学的教育 或者整个性贫教育的一些发展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刘老师有提到说 他其实念了性别研究所之后 他其实对他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开始去关心这个社会里面的不同的议题 特别是在社会里面的被压迫者 那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很罕见 我想大部分小学教室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标语 找蓝天反空屋 或者是刚刚谈到这个反空屋 还有我高雄蓝天这个相关的这些资讯 我想要请问刘老师 为什么你的教室会出现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我除了做性别 其实我之前也有参加环保团体 那我觉得环境本来就是一个人生存很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那其实也跟我的所在地有关系 因为我在小港 其实小港也是高雄空屋 不良率很高的 这附近的大邻谱啊 对对对等等的 那其实我自己是不住小港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就还蛮辛苦的 他们从一开始早上起床到睡觉都是在小港 那我觉得他们跟这个议题就是很切身相关 所以其实之前也曾经有一个学期 就专心的做了一整个学期的空屋的议题 你怎么做空屋的议题 你在教室里面带这些低年级中低年级小朋友做空屋议题 不止啊 就是包含那时候还有做全校的 对啊 就包含用空屋权来 因为那时候还没 那时候教育部还没有发所谓的空屋期 空屋期 对那时候就跟地球公屋期做合作 就是小港 小港就是港和国小 左营是文府国小 我们就做了一阵子的空屋观察 对那去看那个几个月内的那个量率不量率是多少等等 那那时候为了促进孩子参与嘛 所以就发明了空屋权啊 然后让孩子设计防空屋的口罩啊 空屋权就是什么划拳的那种空屋权 对对对 设计空屋的口罩啊等等 那他们引爆在这个议题里面这样 像你们这样 这个是整个学校的活动 对那时候我有跟学务处一起合作 学校也很支持 很支持啊 一般的学校通常也都会觉得 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 为什么你们会特别要去关心这些议题 这跟你们位在小港这个地方是有关的吗 应该是说我自己觉得我学校的老师们同事们 都还蛮理性的 就是如果你好好跟他解释一些事情的话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那不然那时候我想要做空屋 其实有去跟主任稍微讲过 对那他们觉得这个对孩子是好的 这对孩子是好的 这很重要 所以他就觉得那就花一些心力来做 但是也有找一些同事一起来做 不是只有我一个 小朋友那时候的反应怎么样 就还蛮嗨的啊 因为 我为什么感觉你们学校学的都一直都很嗨 哈哈哈 因为我是喜欢让学生嗨对老师啊 对啊 所以我设计那个游戏 我就是让 让儿童成为的时候让学生出来玩啦 那玩瘾的人就可以去升那个空屋棋 虽然升空屋棋代表那天空屋不好 但他们为了能够升那个棋 就会觉得很兴奋这样 也是透过一些游戏 对对对 通过一些方法 对对对 比较是寓教娱乐的方法 嗯 这就是你在把你的社会实践去放投入到 或是融合到一个教学里面 其他学校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类似去关心社会议题 应该也是有应该 那时候文府国小老师也很投入啊 嗯嗯嗯 除了去关心这种所谓的空气污染 你本身也参加环保团体 那 我们知道在最近这几年有关于高雄的同志游行 其实你也有蛮多的参与 嗯有参与 嗯都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各个 组别之间的统整啊 规划这样 嗯嗯嗯嗯嗯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说 小学老师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忙碌 比如说 我其实有时候会去小学里面去做 像礼拜三 像我们今天录影就是礼拜三嘛 那刚来的时候你在研习嘛 所以礼拜三下午很多老师都要去研习 然后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去中小学研习 因为 老师们其实是被迫来的 对对对 某种程度上 就是不是说研习那种好或不好的问题 因为他 他可能就很忙了 所以他来这边他不要改作业 嗯嗯嗯 然后要去出考卷 嗯嗯 然后其实 有时候感觉就是 像在有些大学上课一样 就是下面老师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嗯 那这个当然是没有一种 可能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自主 可是他也反映出 他必须要利用这个时间去做 嗯 然后可能 通常也许到四点多就结束 嗯 通常这个学校了解我们都会去我们早一点 为什么有老师要回家接小孩 接小孩 或是要买菜 很忙欸 你不太忙 嗯 是吗 因为你不需要接小孩买菜 那我也很忙啊 那为什么还要去投入这些呢 就是投入这些 不会影响到你的教学嘛 或者别人就说 你就好 教书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事情 嗯 我觉得是每个老师这样教教教育 有一定的年资之后 其实对教学应该是很上手的 嗯 那像我后来长期都在中年级嘛 所以就会更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的状况这样 那当然背课还是要背 嗯 但是当然那些教材都已经还算熟悉这样 嗯 那我就觉得我 我自己觉得我时间上余裕还够啊 嗯 所以我就会把一些 嗯 下班后的时间拿去做一些 摄影的事情 嗯 嗯 所以在时间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是在精神压力是可以承受 因为我自己也去参与一些社会运动 有时候会觉得 哇 怎么搞那么久 怎么弄那么久 这社会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改变 你会有这些挫折吗 特别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有关性贫教育性贫议题 就是虽然我们知道 常常这个社会的进步是 走一步退两步 或是走两步退一步 但是只要 虽然我们可能抱持这种乐观 可是只要往后退的时候 嗯 那个心情 其实通常是不会太好的 或者是就会充满一些挫折感 你会有这样的挫折吗 我觉得我会想到一些好的例子 像在四五年前推空屋的时候 并不知道会发展成现在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还不是很足够 但是包含在地球公民啊 或是一些水资源等等团体 这样共同推动下 它确实是有进步的啊 其实确实没有那么快 那我觉得很多社运的议题 本来就不会一下子 就跑到你想要的位置上面去 但是如果你都不去动 它就是不动了啊 嗯 嗯 那这个会不会只是一种乐观的想法 但是在现实上面 它会不会越来越退步 或者是说 这个乐观 这种精神意志的 这种 胜利法好了 它可以维持多久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觉得就是在做 自己应该做的事啊 嗯 那到底成效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只是觉得 不做好像 我自己啦 我会觉得有点 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嗯嗯 这其实也是我们常常在讲说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做一件事情是没有用的 嗯 所以或者是 我们就假设它没有用 然后我们就不去做 可是我常常也会 跟一些朋友说 如果你不去做 你怎么会知道没有用 嗯嗯 所以这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也是 你持续能够再往前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对啊 而且就是 互捧引拜蛮重要的 就是大家 应该是说 有些议题本来是有争议性的 但是如果很多你的 你相信的人 你相信的朋友 也支持的话 我觉得大致上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 的华语 就一直去推动它这样 嗯嗯嗯嗯 你参与的这些 所谓的社会运动 或者是 不管是性费也好 或是同志 或是环境 或是人权 背后有没有一个价值是 驱使你去 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除了你觉得说 那是你分内 你可以做 那总是一个理想吧 嗯 应该是对社会未来的发展 一种期待 或是一种理想 所以你才会愿意去做 因为你会希望 它改变 但是改变成什么样子 你有去想过 或是你有一个 什么样的思考 还是它就是一个 反正我就是去发声 然后让它讨论 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比如说 像性别来讲的话 我们都会常常开玩笑说 等到哪天 不是要出去 讲性别的时候 就代表是OK的状态嘛 嗯嗯嗯 但是 我当然 大概能够想像 在我有生间 好像不太可能 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 不会有性评讲座 嗯 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已经平等了 对 但是好像 不会有那一天吧 但是就觉得 那就是在可以做的状态之下 去做这样 那还有一点是 我觉得我啦 我觉得小学老师 至少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下 它是一个 还OK的社会未接 对 包含它的收入啊 或是 有社会地位 我不知道 可能一点点吧 没有很大 但是 就是说 它应该 因为这样子而去多做一些 对社会 负起一些社会责任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说 啊 叉叉皮啊 然后就完全就不要做 反正 就是 呃 我不做也不会怎样 我也是有放掉的议题啊 对啊 像什么 我会重视性别 重视人权或环境 但是 有一些可能 比如说关于统独的议题 我就没办法再去多 多做一些事或等等的 对啊 嗯哼哼 回到我们刚刚在这两集节目一开始讨论的这个争议 其实也应该就是发生在这个教室嘛 嗯 那 呃 你刚刚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当你说你在做这些性贫教育的这些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家长 或是有些家长 或是家长可能要挂号啦 就是对你的不同意见 然后其实学校 呃 也打电话到学校来 甚至打电话到教育局 嗯嗯 其实学校是蛮支持你的 嗯嗯 为什么学校会这么支持你 我觉得这跟平常的经营有关 但是 当然所谓的经营不是刻意去经营的 嗯嗯 比如说 呃 假设在开教师成会或是什么集会的时候 有时候你对一些议题发声 那他们会知道你这个人所谓正不正派吧 嗯嗯 对 那我觉得我的形象可能在学校的同事间还OK 嗯 所以当 当我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诶那可能这个人做的不会太歪 嗯 所以那而且呢 其实我有经过一些事前的解释 嗯 那他们就很清楚事情来龙去脉之下 他们会 所以 就是说选择跟我站在同一边 嗯 那我觉得这个 我也是很感念的 他们不会觉得你是个问题老师吗 可以学校带来很多的麻烦吗 就是没事不用接这些电话 但是你为你做这些事情 我们会有接不完的电话 接到手软啊 嗯 我也是很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就觉得 要提前跟他们讲 嗯 就是在我收到一些情报之后 嗯 那 是不是问题老师 我觉得是啊一定是 因为 他们就是要多花一些心力来做一些 不用做本来不用做的事嘛 嗯 但是我觉得相对他们的行为也是在巩固 就是不是只有捍卫我 我觉得他们是在捍卫正确的性品的价值 嗯 对 然后捍卫那种 大家不要去恐信的一个价值 嗯 嗯 经过了这么多的风波 嗯 你刚才谈到学校 其实可能的确会对他们带来一些困扰 但是 至少他们帮你挡住一些 嗯 嗯 一些批评或者甚至是一些攻击 嗯 嗯 但是学校对你这 对你的后续的态度 就是这件事情到这边 好 那我们帮你挡住 嗯 我认为他们还蛮尊重所谓的教学专业自主 嗯 那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就是 什么是OK的教学内容 什么是不OK的教学内容 我不会因为说要挺我 那我就 可以在教室里面大肆的讲我想讲的言论 也不会 嗯 我觉得每个老师本来就要那一把尺去决定 他要跟孩子讲什么 嗯 那只要是在合法的状况之下 去谈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OK的啊 所以也不会说 啊 傻了我挺你 然后你这样做的也不错 但是你可不可以少缴一点 免得到时候让大家都很困扰 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些 我目前没听到这个 嗯 那的确是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支持 就是能够有学校或在这个场域当中 有一些共同理念 然后愿意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至少去把那些所谓外在在教学上的干扰 共同降低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还蛮棒 或是蛮重要的一个支持 那在节目最后我想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一集跟上一集都提到 刚也讲到说 其实很多的家长对你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不能够理解 或是不能够谅解 甚至是反对 甚至是会回过头来 要去批评或是攻击你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长说呢 我比较想的是说 嗯 就是我们教育圈有一个叫做月籍报告 就是说不一定要急着去利用全市来压迫一个老师 因为他都还没有跟我进行沟通 对 就是说假设是你好了 你是反对的家长 不管你是我的家长 或是别的学校的家长 其实你对我的教学有一定 你应该直接来跟我沟通 然后去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个脉络是什么去理解 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做这个动作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OK的部分 就是你要去批判这件事情 你要不要先去理解他整个状况 再来批判 那假设你批判的有理 那我就默默接受啊 那我就去调整我之后的教学啊 可是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个动作 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那我比较期待是人在反对这件事情之前 应该要去把能收集得到的一些资料 把它收集来 然后再去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这个还蛮重要的 我想这个民主的社会多元世界 本来的每个人生命经验不同 生活经验不同 或是他的价值立场不同 他本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主张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 就是所有的批评都应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面 就当你的批评不是建立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面 那个批评的力道反而是薄弱的 那在这两集的访问当中 也可以看得到小阿老师是可以愿意谈的人 如果我们可以好好地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视为性贫的教学也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民主社会它是可以讨论的嘛 而不是只有 还没有清楚状况的时候 就开始看到黑影就开枪 然后甚至有一些攻击 那其实反而会很可惜 就是当我们不理解别人在想什么时候 就开始提出一些批评 我觉得会让更多的彼此的误解会更大 那个冲突其实会更激烈 那反而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谈 甚至连朋友可能做不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非常谢谢小阿老师 花这么长的时间 来跟我们做这样的讨论 希望以后有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再继续请教你 那我们今天节目 这两集的节目当中 也谈了就有关于这个 从这个所谓的保险套的这些教学 一直谈到整个台湾 怎么去看待一个不同意见者的这个过程 那也看到一个小学老师 怎么样去在他的教学里头 在他的生活里面去关心 参与这个事情 那我想这也是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一种思考 那再次感谢小阿老师 那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